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度APP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这次上春晚相比前几次上春晚心态有哪些变化呢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老说我是什么懒人老人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带着所有的期待跟不确定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追求一个最好的舞台 今年春晚表演有什么新的突破和挑战吗 今年的春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今年的春晚是我一个人唱跳 而且歌曲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一个是很荣幸 第二个是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 音乐种类 但是后来导演在这个过程中间给了我很多信心跟支持 说这个好这个好 然后让我更有信心把这个歌做完做下去 这次春晚结束会有安排什么过程呢 春晚结束 回家睡觉 家里年夜饭每年都必有一道菜 好几年没怎么回家吃过年夜饭了 三节期间最容易长胖提供到了多少个教育 就一般说就是到外面活动的时候拍照片胖了 他们就说哎 少吃点 特别是我妈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妈妈他们太逗了 就是每次给我烧饭烧特别好吃 然后刚刚开始吃还没开始动两筷子 少吃点 我这不你烧给我吃的吗 少吃点 一会儿要胖了 哎我也想你多吃点 那不没办法吗 这个妈妈的爱真的 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自律的人 我觉得还行吧 我觉得还挺自律的 对吧 新年给家里人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都比较提倡那个就地过年嘛 所以可能这次可能不会回家 今年最大的新年红包准备包给谁 最大的红包啊 说来惭愧我的工资也是从那边发给我的我也只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基本工资啊 会给自己家里的后备发一些红包 或者家里的一些滴滴内的 他们来 家里我看到了我会给他们红包 但是我如果不在的话可能就没有发的 那你回忆一下比如小时候你说到的最大的红包是谁 不认识的叔叔 叫那种爸的朋友他们 对挺好的 当时我这样开心吗 你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好 我太太好了 好的就是要流眼泪那种 不会 如果穿 你看 穿出去秋衣秋裤就显得臃肿 而且跳舞不不不不不方便 那会不会觉得就穿的比较比较少 就比较冷了 有没有就是冬天就是又不是风度又不是温度的一个穿搭技巧 我觉得有得有失吧 你要了风度 那你当然不能要求温度 那和汪峰和盖和次元币合作的新歌 和他们合作的感觉有什么 就非常开心啊 然后汪峰老师对于音乐作品有他自己独到的判断 然后盖哥 就一如既往的意志很优秀嘛 我就是在听到这个beat以后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旋律的想法 就把它往上面填充跟构造 过去年自己也开公司自己当老板 然后当老板之后 和你之前幻想自己当老板的一个形象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隔行如隔山 就是你真正去学习这个不管是企业的管理也好 还是经济学也好去真正深入研究他们的事 你会发现其实如同小白 不是如同就是就是小白 那么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吸收知识 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去补足自己的不足 我觉得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蛮重要的 那对于公司起家的练习生 你是反正的眼力型老板 还是鼓励型老板 我看着他们就我笑笑哈哈 笑哈哈 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 我觉得跟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间 我发现他们跟我有很相似的 对于这个艺人的一个定义 跟他们自己的目标 跟他们的理想 我觉得他们是有梦想的孩子 那当然也会有的孩子 他自己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到这 那我觉得大多数还是知道的 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是什么老板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叫我老师 我觉得蛮好的 我就去跟他们讲一些 就是我在这个我对于艺人的判断跟标准 跟他们对艺人的判断跟标准都是不谋而合 这点我还是蛮开心的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性 他们都是未来 都需要沉淀 有没有一些学生会跟你道谢 让你特别感受的一些小顺点 有孩子给我送暖手宝 还挺乖的 那个孩子 对他说张老师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暖手宝 我说是吗 谢谢谢谢 我还特别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他送的那个还挺可爱 因为特别不好意思 那你过年会给他们拿红包呢 你看你这问到重点 这个可以啊 就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好的奖励给他们吧 但是当然是等他们就是在训练过程中间 他们的认真啊 他们的态度啊 能够得到赞赞扬的时候啊 最近使用百度搜索的内容 哇 太多了 我主要是用百度搜索一些就是关于管理的一些 嗯 就是实在是不是很清楚的内容 对自己会去搜一下 今年春节比较特殊 很多人为一请防控你的选择在原地过年 推荐一下 过年来在家里比较有趣的三件事 我觉得这个有趣是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有趣的不一定大家觉得有趣 我觉得就是自己自己去选择三样事情去做就好了 我有一种就是不变爱好叫喝冰的 那你们能再用那个方言给那个五百多的网友们送上春节的选择 走大哥 牛年行大运 牛年大吉 牛爵结坤